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奥平兰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啊 中国跟美国持续性的冷战升级对抗 尤其是在这个脱钩的这个领域 金融脱钩这个领域 那么大家要知道啊 中国从二十大之后啊 习近平连续五个月出手 在全球范围内购买这个黄金 购买这个黄金 那么还有被美国称之为独裁者联盟 就是习近平召集的这一伙啊 就是威权主义国家吧 啊 全部啊 跟着这样的操作啊 让这个美元指数啊 下跌啊 让美元指数下跌 等于说就是在这里啊 不停的狙击美元啊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啊 是相当重要的啊 再加上我也看到另外一次消息 昨天在美股市场上的这些中概股啊 全部都跳水了啊 全部都都暴跌下跌 对吧 那么其中呢 因素之一呢 就是软银啊 他要把阿里巴巴的股票 全部给抛售了 全部要套现了 给出的理由呢 也非常简单 啊 那就是这个地缘政治风险 啊 所以我说过 最经济学的一切最高要因 到最后都是政治经济学 啊 搞投资的 不懂政治啊 那基本上就是血本无归了 啊 所以说呢 大家在持续的脱钩 中国的外长秦刚啊 呃 现在在这个乌兹贝克斯坦访问 乌兹贝克斯坦访问 那么这个跟他的总统 米尔纪约科夫啊 这个接面 讨论加速要进展 中级乌这个铁路 这个项目要加速要进展 从云南省的省会昆明 首发的中老铁路客运列车 今天刚刚啊 这个已经开动了 也就是说 中国在不停的建立自己的体系 啊 来狙击和打击 昂格斯坦访体系 所以啊 现在啊 这都是属于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举措 500亿 央行大出手 连续五个月增持黄金 4月7日 根据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23年3月末 我国外储备规模达到了 3兆1839亿 呃 这个美 就这个美金 与二月份相比 一个月增加507亿美元 增幅为1.62% 3月末 我国黄金储备达6650万盎司 较上个月增加58万盎司 这注意的是 这是央行级去年11月以来 连续五个月增持黄金 累计增持386万盎司黄金 如按区间价格计算 对应增持全额近500亿元 人民币 近年3月初 美国硅谷银行突然宣布破产 这个暴力让金融圈引发大震荡 欧美多家银行风险 系数大增 签字银行在短短两天之内 并步入硅谷银行的后尘 第一批共和银行 如今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 随时可能会宣布破产 除了这些之外 欧洲的瑞士信贷同样陷入危机 被瑞士银行收购 美国银行业递震之后 美国政府也及时采取措施来弥补 财政部和美联储同时出手 不过效果并不理想 股市出现大幅波动 避险情绪升温 国际金价则开启狂飙模式 一路飙升 从1800美元 直接到2014美元 之后有所回落 4月初再次突破2000美元 之后再保持在2000美元左右徘徊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 疯狂地购入黄金 不停地要狙击美元 对不对 现在等于说 欧洲的西方的避险 避到哪去 西方的避险 比如说欧洲央行 法国中央银行 美国央行 就是所谓的美联储 加拿大央行 澳大利亚的央行 日本的中央银行 全部在大规模购买比特币 比特币现在又是这个 对吧 占上了三万多美金的这个价格之上 对吧 那么他们都想要干嘛 不都是想要推这个数字货币吗 尤其是法国也要大规模的推数字货币 你看看习近平最早提出了这个数字货币这个概念 然后习近平跟马克龙密谈六个小时 一锤子 搞定马克龙 让马克龙在政治上动摇 美国是一个集 中国是一个集 你欧洲以你法国为代表 也是一个集 所以说在台湾问题上 马克龙的表态 对吧 才会有他的这样的表态 中美在台海怎么干 跟我们欧洲没关系 然后遭受批评了 虽然稍微有所改口了 说这个维持态现状不变 对吧 然后又要派什么 欧盟要派什么德国外长 那个傻逼的白躲女人 那个不上台面的那个港逼 叫贝尔伯克 要来中国要重申欧洲的什么政策 我放你个驴儿屁 你德国外长来中国升什么欧洲政策 放你个屁 北京冯德兰欧盟的主席过来 对习近平一直弃势 乌克兰问题怎么怎么样 台湾问题怎么样 习近平这里妈给我滚蛋 滚一边去 亮一边去 习近平正眼都不瞧打一下 你现在派个贝尔伯克过来 港女人过来干嘛 有意义吗 没有任何意义 你德国是替中国打工的 德国是靠中国吃饭的 你跑过来你牛逼什么牛逼 傻了把握的 对吧 所以说现在 习近平对这些逼惑 根本就不搭理 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而是在这个地方对美国 那就是来应的 你美国搞在菲律宾增加四个基地 搞美菲所谓军事演习 习近平亲自到南部战区 海军司令部作证 在这里部署 如何搞远洋防卫 对吧 这就是对了 全部都往外面扩 看到没有 为什么中级乌铁路 秦刚到乌斯伯克斯坦 要去 他说要加速这样搞 就是加速打通伊朗 土耳其 什叶派之湖 什叶派之湖这条线 直接进入到地中海 打通贯通 全线贯通 所以我说过 内部没什么前点 都要到外面搞钱 包括还有一条 从昆明这边 到缅甸 到柬埔寨 到泰国 到老沃 现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过来 说又要重新起亚龙高铁 这个叫做新龙高铁 这边也要贯通 到新加坡 李显龙也在到北京来 也已经跟中美关系之间 六四开 中国六他四 泛亚铁路网 中南半岛这边 全线贯通到印度洋 那边直接到地中海 到波斯湾 铁路全部都贯通 这边海上海军 大力向前推进 菲律宾要到南罗虎 中国外交部 已经给出警告 你可能会殃及自身 就是什么意思 要你自身 打残你 到时候叫你小马克思 也他妈去吃他妈逼 少水饭 也吃他妈逼干脚饭 就是这个 被人家从地沟里面 扔出去那个饭 捡回来 洗干净 晒一晒 再给你吃 你小马克思也是吃这个饭的 打瘸你 他妈逼 然后对日本跟韩国 对日本跟韩国怎么搞 尤其是日本 叽叽歪歪的 金人就不停地在这里射弹 今天金人又射了一颗 洲际弹的导弹 射了好几颗 调到了北海道 岸田温雄又是吓得 屁股尿流 紧急召开国家所谓的安全会议 对这边 就是要让金三胖 不停地吓唬他们 南海打电话 打不通 急得上勒锅上的蚂蚁 皮尔夹得紧紧的 吓得屁股尿流 朝鲜怎么不接电话 怎么不接电话 就是用这种方式 吓唬吓唬他 对吧 北部战区 跟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 来牵制台海这边 美国日本的神经 你不是要在西南那个地方战备吗 我在北方 我直接牵制住你 朝鲜导弹又放过来 让你日本 雇左右而言他 你哪边 到底哪一边 所以说我们整个军事上 灵活运用 对吧 军事上的动作 金融上的动作 全方位的在执行 卢拉 巴西总统卢拉 已经抵达上海了 为什么先抵达上海 上海是内地的金融中心 抵达上海 就是先过来搞人民币 跟巴西的人民币结算所 先把这个大事弄好了 再到北京去跟习近平见面 这都是说习近平 依托金砖国家 现在马上也要扩原了 依托金砖国家 马上扩原 大家就是搞一个新的一个体系 来对抗G7这个联盟 而G7联盟当中 中国成功的 煽动了法国 要战略自主 马克龙虽然说改了口 但这个改口是迫于 很大的压力 内外形成的压力 所以说暂时性的改口 但是他的想法就是那个想法 他不可能去变 对吧 然后现在差不多 你看各种布局 全部都搞好以后 差不多就是收缩台湾 收缩台湾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断掉AQ法 现在就来做这个事 台湾 老江浙财阀在中国大陆 想要弄钞票了 不允许 通通给他们打掉 通通给他们打掉 对吧 通通给他们弄掉 让他们变成穷鬼 对台湾最边 军事演习 北部的进行区 北部的进行区 化力 吓得他他妈逼 屁股尿流 扩越机松弛 屎尿尿 绷在身上 东部 周围一圈 海军不停在那里开炮 在那开火 对不对 吓得他都不敢出来 龟头都不敢露 露出来 都翻在包皮里面了 马上包皮够 跟那个包皮跟龟头 冠状钩 那个地方的年龄 就变成包金了 他头都不敢露 他头都不敢露 所以你看 对台湾这边就持续的打 对美国持续的倒塌 五个月正式黄金 不停的翻他 干他 对日韩 对菲律宾都有办法搞 所以说从去年 也就是说 二十大以来 习近平不停在布局 那从今年你看 我关注一个事情 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 独人运 没有一个再会去取笑习近平 是所谓的小学生 因为他们很喜欢说 习近平没什么知识 没什么文化 是小学生 念一个稿子 读两个字 通商宽衣宽农 对吧 说撒胡椒面 总是以这种方式去取笑习近平 说他是小学生 我是博士生 治国要博士生 小学生是不行的 对吧 然后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 往他们这部圈子里 没有一个人再去取笑习近平 是什么小学生 因为习近平的表现 已经像是被各种神佛 给加持过了一样 全面的 全要素的 在这里动 非常牛逼 令我再次对习近平刮目相看 更加的要追随习总 对吧 你看整体 整个方案 我说过 也许习近平很多东西 他不是很清楚 但是 他善于用人 习近平 他大权独揽 但是他不是一个 刚鼻自用的人 他不是一个 在那边 听不进别的意见的人 他会用很多 有头脑 有智慧的人 然后他来拍板 来浪这些人 到相应的岗位上面去 现在中国的 中共的这些官员 大员 都是要有专业的 你看主要几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也就是这些地方大员 对吧 什么重庆市委书记 包括新疆自治区当委书记 包括很多上海北京的 广东的 几个天津的几个直辖市的 市委书记 都是军工系统的 都是专业来出身的 像以前那种状态的 对吧 那种老的那种 都不要的 都要相应的 都要对口的 因为现在是中美新能战 必须要有专业能识 来当省委书记 对不对 原来像以前那个 湖北省委书记 像讲上的那样的 出了事 啥事都不知道的 那样的就不能够用了 所以说现在 没能再去取笑习近平 是什么小学生了 就嘲笑他 不敢了 人家弄死你 弄得他美跌 很难受 而拜登非常不满 拜登非常不满 今天访问北爱尔兰下飞机 一把把苏纳克 把苏纳克给推开 把阿三给推开 就代表了说 拜登这段时间以来 非常非常非常的 窝火 恼火 他认为 我怎么不如习近平 我这么优秀 对吧 我这么优秀 我又是冷战专家 让苏联去签了 削减 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条约 妈的现在我被习近平打得 左勾拳 右勾拳 摆拳 直拳 被习近平打得像个柱头一样的 你看他下飞机 就这段时间以来 大事在这段时间以来 他首次露面 到了北爱尔兰去 他下飞机把苏纳克 一把推开 滚 滚开 你个贱种 你一点卵用都没有 在台海在哪里问题上 没有你一个什么逼事 你给我滚 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拜登他的真实情况 他怒了 谢谢各位支持